Naleo聊世界天天無個星 大家好我是Naleo 今天來看不利電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不利電人 大約出身點位9點鐘方向的飛龍 他的特色是攻兵的射程非常遠 那他的槍兵跟步兵也是滿的 所以他打這個步兵跟步攻兵 是作為主力比較常見的 那他的騎兵路線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有三級馬凱 所以到了後期轉出輕騎兵 三攻三防輕騎兵 打這個戰毛兵也是相當好用的 那後期的不列電人 可以使用這個戰狼後當作火炮 作為使用 可以讓自己的巨型投射機 變成99%的命中率 那工程工程師的話 還可以讓他增加一點射程 就算是一個不錯的殺傷力 那接下來看一下 HERA這邊是選的羅馬人 羅馬人特色是他的建造修理採集 都5%的效率加成 那他的步兵文明呢 是比較特別的 每點一次步兵防護力 都會變成雙倍的效果 所以他點一防就是二防 那點二防就等於是四防 非常的坦 所以到了城堡時代時 他的防護力可以來到巔峰 但地獄時代還有軍團兵的升級 那這個升級呢 是可以跳過雙手劍兵 就可以直接去升級也好的 不用再去慢慢升級這個雙手劍兵 再直接升軍團兵 所以羅馬人後期 可以快速升級自己的強大步兵團 那羅馬人呢 打法比較偏向奴炮路線跟步兵 騎兵路線稍微不太行 因為他騎兵路線沒有太多特殊能力 雖然有三攻三防 但是他並沒有任何的特殊能力 只能打自己的百夫長 作為寶兵 騎兵主力 那後期的部分可以靠一些奴炮啊 洛馬或者是這個軍團兵 作為主力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現在看到飛龍地圖是比較爽一點的 這黃金在後面就是爽 那果子比較前面就需要往外圍一點 那要怎麼圍的話應該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這樣稍微圍一下 把這裡圍過來應該就ok了 那後面TC部分這裡圍死就好 哇這個飛龍來說是蠻好圍的喔 那可惜的是呢 他的黃金有一塊是在正前方 但好消息是喔 有一塊是在正後方 所以這邊即使被弄爆的話 後面這邊可以開個TC 這邊還可以繼續挖個黃金 沒什麼問題 那Hera這邊的黃金看起來也是同樣的問題喔 前面有塊附近在前方 後面有塊黃金喔 那圍架的部分呢 也是要圍很大喔 才可以圍得起來喔 不管怎麼圍都是要圍大 才會比較好圍 那這邊Hera的地圖相對看起來喔 是比肥龍更難圍一些些的喔 我們比這樣圍到底喔 才能圍好喔 好Hera這邊是選擇了18P 點下的封建時代 那肥龍這邊呢 則是正在暗村民 還沒有要升城 欸這個 怪怪的喔 這個不是正常打法 有沒有一種可能 肥龍是想要直城打不利丁長弓 唉唷看起來越來越像了 哈哈 二棒棒 那為什麼不利丁可以這樣打 是因為不利丁呢 他吃美養的速度夠快喔 所以其實呢 他很適合打直城戰術喔 那直城戰術他的不利丁長弓 又需要吃大量的控制手術喔 才有可能打得比較好 那這邊肥龍有可能會打出 升裝甲步兵的一個流程喔 因為這邊三隻棒棒出來之後 有多挖一個10黃金 看起來是我挖黃金的喔 欸 要挖嗎 還是不挖呢 好 有挖的話 轉個裝甲步兵也不錯 那我覺得這邊轉裝甲的機率有點高 好 那Hera這邊是選擇了肉馬開局 那肥龍後面家裡已經為死了 那這邊比較遺憾的事喔 石頭是在外面喔 如果是要打直城寶兵的話 可能要在外面插一根劍塔 才有可能守得住 那肥龍這邊是三棒棒之後 並沒有補下裝甲步兵的升級喔 那我們來看這裡會不會打起來 好 肥龍這邊是點到了29村民才升封劍時代 這看起來就是一臉我要直城 那Hera這邊應該有意識到 這時候還沒有升封劍一定是直城 那看這邊要不要拉個村民喔 去插個劍塔搞事 但現在這邊出門的話好像又有點太慢了 那Hera這邊先過來確認 看到你真的是直城沒錯 這田傻了這麼多了 八片田 黑暗時代八片田 好 三隻棒棒繼續騷擾 看能不能抓到一村 三棒棒抓一村就很賺 OK 硬抓抓掉 然後蓋了一個房子 結果這邊又一隻村民又被敲掉 哇靠 Hera這邊直接爆炸 被三隻棒棒抓掉兩村 這個是極虧的 然後這邊可以拉肉麻 解決掉這些棒棒了 好 Hera果然是拉了五隻村民過來插劍塔 但這邊已經插劍塔已經圍死一萬 對方不利電弓兵在城堡賽時喔 就有射程上的優勢了 好這邊劍塔建起來 那Hera這邊就跟對方對射的話也沒有優勢 因為這個牆喔也沒有辦法直接進去喔 要射的話也有點困難 對射來說的話也不是那麼的賺 好 不利電一級射點下了 裝四間場可以開始安攻兵 一級蛙鏡有點嗎 很淡沒有點 這個細節要補上才行 但有可能他不想點一級蛙鏡是為了要存肉 所以現在這個肉有點被控到了 而且一級伐木還沒有點 大顆二級射點下去的話 也會需要點時間喔 這邊修理要看一下怎麼修 哇肥龍這裡居然還沒有織布 沒織布有點可怕 趕快修 有織布了 讓殘血進去 哇肥龍這波打得很好 殘血的村民過來 結果是出馬功而不是步功兵 肥龍這一波是什麼奇怪的配置 這個是三棒棒 29P 直層不列顛馬功路線 那為什麼不列顛打馬功很稀奇呢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馬功路線沒有品種喔 那其實馬功是很需要這個 血量的 因為他血量少的話很難成形起來 可龍被擊殺的關係 所以不列顛通常不會走馬功喔 而且馬功也吃不到不列顛的布公兵的射程優勢喔 馬功也不會射程比較遠 所以不列顛肥龍走了這個馬功路線 我覺得相當特別 可能是有意針對喔羅馬人的這個 害怕馬功文明的特性喔 因為不列顛人 羅馬人呢他是步兵加騎兵文明阿 那如果騎兵的話 他也是很容易被馬功克制住的情況下 那這樣子的一個 決定 可能會讓羅馬人會有點難打 那羅馬人要克制馬功也不是太大問題喔 升到城堡時代 有這個 這裡要硬打嗎 這裡箭塔趕快射一下 有這個奴炮的關係 所以要打馬功的話也不是太大問題 而且他也有這個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有這個戰毛兵的話 也是能反擊回去的 所以走馬功到底能不能 打出優勢來還是個未知數喔 總感覺走步攻兵喔 還是更優勢一點 好 飛龍這邊是雙四箭場 出馬功 那熟賣掉的關係 現在不能開TC 菲娃這邊直接前線的製造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家裡沒有工程器製造所會有點危險喔 馬功過來暫時無解 先起兵已經升級好 但是沒有二級馬凱 馬功射過來還是會被秒殺 好貼近回頭砍了一刀 殘血被收掉 好 但後面的馬功也過來繼續支援 這裡應該有看到了吧 工程器製造所 好 看到了 好 飛龍這邊點下了一級的工兵鎧甲 好 好 家裡想要再補一個 但沒有辦法 趕快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家裡沒有工程器製造所 會直接炸裂的 好 黃金直接被控住 暫時無解 現在HERA也沒有辦法插箭塔 防守這根 黃金來源 這黃金被控制有點慘 這邊又 前置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感覺這個前置不太需要 因為你沒那麼多資源 可以讓你產生黃金喔 好 HERA這邊再補了一個 新的採礦地 重新補下 結果右邊的伐木的聰明 開始被抓爛 HERA這一個 直接讓自己陷入窘境 沒有辦法 臭命有點炸裂 這裡要是再離開的話有點危險 臭命趕快拉過來補血 把這個奴炮的血量拉起來 要讓奴炮能夠繼續輸出 這裡有一個細節 拉臭命 馬購沒有點到臭命 小賺 飛龍這邊看到你出奴炮 那我就轉騎士 這個很正常的應對方法 繼續單TCOE 飛龍並沒有打算要開農 HERA這邊 則是繼續轉出奴炮 跟輕騎兵 前期打的算是HERA有點炸裂了 因為他的經濟沒有辦法穩定守住 而且村民有點殘血 這台奴炮 能再稍微守一下而已了 要等騎士過來才行 正面的部分 繼續用馬弓 抓村民 又抓了一村 兩村 村民術已經死傷來到了12村 飛龍這個打法 確實給到HERA一些的壓力 後面又抓掉了兩隻村民 三村 哇來到了13隻村民的村民差距拉 43對30 哇 飛龍這個 有料 這個馬弓不裂點 特別了特別了 OK 那五隻輕騎兵繼續想要 讓飛龍 繼續針對這五隻弱馬 不要讓這些馬弓 入侵到自己的金礦處 但現在家裡有奴炮的情況下 應該能夠守得住了 只要奴炮夠多 又要守住馬弓 應該問題是很大 但是現在所有兩邊都在開弓 哇 這個村民又被抓了 好慘 又死了好幾村 左邊的部分 輕騎兵上去 奴炮串燒開始 但其實開始過來開砍 直接收掉了一台奴奴 第二台奴奴可能要被打掉 這個奴炮有修的回來嗎 應該可以 村民有在修 右邊奴炮還在串燒 已經成功的擊殺了 非常多的馬弓 那HERA的右邊的伐木村民 也只剩下五隻了 哇這個 左石炸裂 ERA要打贏對手 現在是有點 有點麻煩的 要打贏不是那麼的容易的感覺 左邊現在有 十三隻馬弓 先騎兵這邊過來 想要抓村民 這邊可以抓得到 而且現在有點異攻 攻擊力來到了八點傷害 八點傷害直接一砍 砍死了一村兩村 三村四村有機會 四村全拿下 拿完就走 但是飛龍絕對不會 就這樣子放棄了 不甘失落 趕快拉馬弓回來抓村民 但是沒有帶到學 射的有點歪 沒有射到一村 OK後面的村民可能要完蛋了 這裡只有一台奴炮做防守 這裡用清奇兵再繼續吸引對方的 箭矢傷害 好這邊直接變閃陣 村民過來修理可能來不及 右邊這些村民八村可能要被抓掉 但又有彩精怕出來 這裡村民要趕快拉一隻過來修理 後面的清奇兵還在無情速出 這邊又在一隻成功的收掉一隻的馬弓 馬弓箱數量 哇 剩下九隻 沒有品種 這個馬弓血量掉10X太快了 這就是 不列典馬弓的問題 血量少 而且現在肥龍 也沒有彈道血 一定要秀操作的話也很困難 好 那現在馬弓路線還想要繼續延續下去 那確實也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現在肥龍直接開農起來的話 是有機會跟Hira拉出非常巨大的村民差距喔 那就來看一下Hira這一波要怎麼擋 Hira這邊好像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打 修道院一直沒有補下 欸選擇了開TC 沒有補修道院嗎 哇3TC開弄欸 正常來說是雙TC補修道院防守來說 不管是要打對方的馬弓或是騎士喔 都會有稍微的防守效果 當然打馬弓的話防守效果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但至少還是可以獲得一些嚇阻作用 看來Hira這一波是想要直接用身 用奴炮直接擋住對方的馬弓 加上騎士的組合陣型 好騎士要越來越多囉 但是沒有馬弓沒有生女的話就會很難受 來了 怎麼辦 好這次馬弓學聰明的先打村民 三道學還是沒有 收掉了一台奴炮 第二台也拿下 這騎士開始在砍村民 好又拿下了一村 村民差距來到了十村 Hira這邊3TC 正面也被三隻騎士硬騎 正面來不及威號 騎士留有進來 沒有修道院沒有生女 有生女的話就可以招這些騎士 後面的馬弓還在繼續給壓力 好 5號再次過來 再拉走 好這留一隻騎士 開始自己自產騎士來了 難道Hira在嘗試練習 不用生女防守嗎 這應該是很多 新手玩家們的狀況 不會用生女去防守狀況 Hira也在體驗 如果不用生女的話 這邊馬弓到底怎麼擋 還有這個騎士 有沒有可能呢 看起來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農田繼續補 好 騎士 加上輕騎兵 這波Hira 沒有辦法 穩穩的 出去了 現在不列電人 點下一集挖金 好 3TC也補下了 好 感覺兩邊海哨 打完後期才有機會 看到大場面了 現在 在Hira村民處 即使3TC來說 還是非常落後 60隻村民 好 請騎兵過來 直接撞騎士 騎兵也沒有做到更多的效果 好 火炮又來了 太火炮 刀尾反擊 當然騎士的部分 也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好 結果 不列電開始轉騎士了 而不是走馬功 但一攻一防也都有了 肥龍這邊是挺馬功 轉騎士 好 那Hira這邊如果要開農起來的話 最好是要把家裡給圍起來 好 但是沒有打算要圍 是選擇了走騎兵路線 二騎馬卡也點了 當然 羅馬人的騎兵路線 雖然是有三攻三防 品種 跟蹤技術 什麼都有 但是就是沒有遊俠 而且騎兵沒有任何的特殊科技的時候 直接輸其實蠻虧的 因為有點像是在玩這個高免一樣 但高免至少還有食物的採集加成 但羅馬只有一般的資源採集5%而已 如果羅馬人真的要打出中龍騎士優勢的話 後期可能還是要轉出大量的說明 才有可能更好的優勢 不然現階段來說 出騎士喔 只能說是55開 不能明顯拿到優勢出來 那羅馬人這邊要打出優勢的話 最好就是轉出槍兵 配上奴炮的策略 省點支援 黃金全部給奴炮 然後看能不能拼到帝王 轉出這個三級的步兵鎧甲 軍團兵出來 可能就有機會反殺 那現在這個情況的話 雖然出騎士有主動權 但是要真的跟對方打贏正面喔 也是相當困難 現在肥龍已經有非常多的騎士 都是二級馬凱的狀態 雖然沒有品種 但正面要打贏的話 羅馬人還是需要更多的經濟才行 好 騎士過來 直接收掉 現在生旅三隻 影招翔 右邊的騎士 工兵還在繞 並沒有抓到在外面挖礦 或是挖木頭的村民 好 彈普利典這邊正是要轉長弓了 加一根城堡之後 開始潛壓 好 騎士直接騎TC 生旅中路轉出來 配合主對手了 還有兩隻生旅可以招翔 好 當然是飛龍 又來一根城堡 直接蓋起 竹城戰法 哇 這個城堡直接蓋了起來 HERA這邊上方也補了一根城堡 但這個城堡應該是來不及 右邊直接殺了過來 直接騎上去 HERA的村民樹下降得非常快 像是103吋接上72吋 飛龍的村民樹已經穩定了下來 當然是HERA這邊才剛點下帝王時代 但這個時代算是上得蠻快的了 不會說太晚 直接冠軍還是有點厲害的 被弄成這樣子還可以升帝王 ok 那現在飛龍帝王時代稍微慢了一些 然後HERA這邊要打贏的話 三級馬卡是必須要有的 好 神旅 想要招翔也成功招到兩隻單位 ok 這一波 HERA有點小賺 哇 這個村民 好 飛龍點下帝王時代 現在兩邊經濟差距來到了37吋的差距了 飛龍支援上已經領先了大約7000左右的支援 好 這邊城市中心要小心 好 上面有一個新的馬舊 三馬就已經補好了 那現在 要思考的是 靠騎士怎麼拿下啊 但是飛龍又來一根寶 哇 這根寶很致命啊 直接控了兩個TC 而且這個還有一個重要的黃金礦在這裡 要TC被蓋好 左邊這裡16隻村民 待會會將無去可處啊 無處可去 無去可處是什麼 好 洛華人這邊 用地獄王時代 劇情投資機要趕快按 好 黃金不夠 稍微買賣一波 現在被礦王金正是要命啊 好 看要不要先把這個下面的城堡給搞定 哇 結果長弓直接上了高地 開始輸出 完蛋了 長弓再高地 有點難受 這有彈道學的 我們只能選擇繞幹 快跑快跑 好 長弓瘋狂帶圖 騎士沒有想要Cover一下的意思 好 PC蓋好 直接狂衝左邊的車身中心 這一點就是我想要抓你所有的村民 好 但是還是決定先撤退一下 村民要趕快先走了 好 騎士趕快過來 直接騎上去 果然這7隻騎士用長弓是能吃的掉的 好 飛龍這邊地獄斯大也升級上去 但是Hero這邊直接打出了Gigi 我們恭喜飛龍打下比賽勝利 哇 飛龍這一波打得很漂亮啊 29P 3棒棒 速成寶 然後轉馬功的一個戰術 那這個戰術相當特別 真的是一般情況是看不太到的 尤其是直接賽裡面 呃 現在這個情況沒想到 用了初期不易的打法 確實把Hero打敗了 而且還贏了快到1萬支援 這一招確實有料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